提到日本雞,這三隻就最出名 有餐廳坪名古屋雞製作親子凍 在日本全國凍飯比賽獲得第五名 這隻雞大有來頭 最初最重要是 實用品種 需飼養一百三十天 比起普通雞多了八十天 肉質更為紮實彈牙 靠著膠紙雞青子凍 這家餐廳還獲得另一比賽的驚賞 旁邊的味道是完全不一樣 鶏的味道,鶏的味道,還有口味 這碗丼飯除了膠紙雞 精髓是混合味醂、酒和鮮魚的醬汁 雖然一碗用了三顆蛋,但不會膩 雞肉肥瘦分明,咬下去非常彈牙 青子凍套餐海夫這個 連續三年獲得當地首羽仙部門 最高驚賞的雞翅 套餐約兩千日圓 份量不少,相當划算